Ladya雷建平8月20日报道 移动互联网公司猎豹移动 NYC CMCM 今月发布截至2018年6月30日第二季财报 财报显示 猎豹移动二季度 总收入11.03亿元 受Facebook政策调整影响 收入同比下降 但相对于上一季度影响已收窄 Q3营收指引将同比 环比双增 猎豹移动第二季度净利润1.97亿元 同比增长180% NOMG AAP经营利润 同比增长58%至1.43亿元 财报发布后 猎豹移动盘前大涨超过14% 猎豹移动董事长兼CEO 富盛表示 很高兴看到公司为促进收入增长 而采取的措施已开始出现成效 而季度总收入超越了公司收入之以 展望未来 包括工具产品和手机游戏在内 得猎豹现有业务将继续保持稳定 为公司带来稳定的收入和健康的利润 富盛说在旗下人工智能公司猎豁星空 帮助下猎豹移动将进一步开拓 人工智能机器人业务 在刚闭幕的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 猎豹移动协旗下人工智能公司猎豁星空 推出五星级接待服务机器人爆小蜜 动贩卖机爆小贩 基于猎豁机械币平台的爆咖啡及吸手服务 机械币蓝机及小爆AI音箱 小爆AI翻译棒等多款机器人 猎豹QR营收11亿元同比下降 猎豹移动第二季度营收为11亿元 较上一季度的11.45亿元 下降4% 较上年同期的12亿元下降8% 根据介绍 G3.21机器人之夜 猎豹移动协旗下人工智能公司猎豁星空 发布全球首款五星级接待服务机器人爆小蜜 自动贩卖机爆小贩 基于猎豁机械币平台的爆咖啡 儿童陪伴机器人爆爆龙 小爆AI音箱 5月8日 小爆AI音箱于京东上市 首批5000台信货抢购一空 随后 猎豹在7月19日 又发布基于社交场景的翻译新品 小爆AI翻译棒 前不久 小米庆祝小爱同学 月用户超过3000万 而这3000万台设备的声音 正是来自猎豹移动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猎豁星空 猎豁语音OS服务 也输出给了喜马拉雅的小雅音箱 美的音箱和更多合作伙伴 8月17日 猎豁星空举行盛大签约一世机器人盛宴 与来自10大行业的13家企业签订了签牌报小密 服务机器人的意向采购订单 猎豹Q2工智产品机箱关服务收入7.56亿 环比增2% 作为猎豹移动的核心业务 工智产品机箱关服务收入7.56亿元 较上一季度增长2% 较上年同期下降8% 工具产品及相关服务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为69% 本季度受益于移动工具业务 在国内良好的发展势头 国内市场收入较上年同期占比28.7%大幅度提升 占公司总收入的41.1% 猎豹移动第二季度移动娱乐业务收入3.3亿元 猎豹移动董市长兼首席执行官附生表示 得益于公司游戏业务较高的经营杠杆 猎豹成熟游戏的经营利润在持续增长 自2017年年初推出几款修学游戏后 本季度手游产品利用第三方 由之内容制作游戏关系而 供服游戏内容 从而推动用户腹背 例如利用了Landwork流行单曲 Vivid分别类跳舞的线 滚动的天空制作新官墙 这一举措吸引了更多活跃用户的参与 将其中的一部分用户 转化为副份用户 猎豹Q2成本3.5亿元 同比减少24% 猎豹移动第二季度成本3.51亿元 较上一季度降10% 较上年同期下降24% 猎豹Q2毛利7.52亿毛利率 68%猎豹移动第二季度毛利为7.52亿元 较上一季度有所下降 小上年同期享福增长1.6% 猎豹移动第二季度毛利率为68.2% 上年同期为62% 猎豹Q2费用6.2亿元 同比减少7%猎豹移动第二季度费用为6.24亿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7% 较上一季度增长1% 猎豹移动Q2运营利润 1.27亿运营利润率12% 猎豹移动第二季度运营利润1.27亿元 运营利润率12% 上年同期为6% 与上一季度持平 其中 移动工具业务NONDAAP经营利润同比增长 32.5%至2.82亿元 NONDAAP经营利润率增长至37.3% 猎豹Q2净利1.97亿元 同比增长180% 猎豹移动第二季度净利1.97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百分之180% 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 公司合计持有现金及现金等债务 受限资金及短期投资35.15亿元 第三季度 猎豹移动预期 总收入 在12.90亿至13.50亿元 即同比增长10%至15% 环比增长17%至22% 预计国内手机游戏借务 以及工具产品和相关服务 建物将成为增长主要动力 雷地出网游资深媒体员雷建平创办 若正在请写明来源 最led 的